各位晚安 歡迎來到我們《通識沙龍》的一個電影會 我們今天就會是播映一個電影 《Born in Syria》 很榮幸地請到 珍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助理教授 葉家威博士 作為我們今天的講者 我太緊張忘了介紹 我是黃邦華 上個星期也是我做主持的 我和葉家威博士 家威也有一點圈緣 大家其實當時都是一起在英國讀書 讀PhD的 我自己當時的眼光比較合宅 讀一些在地的正義問題 政治自由主義 然後呢 家威當時已經放眼世界了 鑽研全球公義的問題 近幾年 我知道家威博士 寫了非常多的著作 一來就是鑽研學術問題 亦都是推廣 在香港社會推廣 Global justice的問題 分別就是出版了 《Egritarianism and Global Justice》 一本英文書 一本英文的學術著作 還有就是 上年跟曾瑞明博士 出版了《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 一本是非常出色 介紹全球正義的一本 道論書 很榮幸 今天就請到她說 她著力了非常多年的課題 就是用她的課題去幫我們講解 《Born in Syria》的電影 今天的安排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的電影是有中英文的字幕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會有十分鐘 家威博士的介紹 會用廣東話 但同時也有英文 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些是 英文是母語的 其實都可以隨便講 你們英文的講法 大家隨便發言 這樣就可以了 首先會有十分鐘的介紹 然後我們就一起欣賞一部電影 欣賞完一部電影之後 家威博士就會做一個總結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Floar Discussion 大家可以各書記見 我把時間交給家威博士 謝謝你 謝謝你 OK 可以看到PowerPoints clearly I said two lights You want the dark? Yeah, don't turn off OK OK So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ome from the audience who don't speak or understand Cantonese But the PowerPoint that I'm using for this presentation is in English But I will use Cantonese to present this But feel free to ask questions in English afterwards The film itself ha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so that it won't affect the view OK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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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其實我這次的分享是有兩部份的 第一部份可能就是簡單些交代一些背景的資料和一些概念 包括什麼叫做難民,我們經常說有很多敘利亞的難民 亦都會有一些背景,為什麼會有這些難民的出現呢? 我交代完之後,我就會讓大家欣賞的紀錄片《Born in Syria》 之後我還會有一些總結,還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關於難民的問題 我首先很簡單地講幾個概念,有四個概念 我們覺得是要考慮的,其實嚴格來說有五個概念 有第五個我沒有講的,我稍後解釋一下 第一個概念就是什麼叫做難民呢? 有時候大家會知道我們在香港這個社會 經常會看到一些新聞,有某一份非常受歡迎的報章 經常會用一個假難民的身份 但是在國際法律的觀點來說,並沒有所謂的假難民 就是要離開自己的國家,而要跨越一個國界 去另外的國家裏面 一定要跨越一個環境,然後才可以是難民的 這些難民的身份其實根據國際法是有定義的,是受到保障的 第一很重要一點,我們叫做refergees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你會知道 有時候如果你受到一些衝突,或者你受到迫害 你需要離開自己的家 但是你並沒有跨越國界的 你是留在自己的國家裏面的 我們都有一些,嚴格來說他們都是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但是我們就叫他們做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叫IDPs,中文我忘了是什麼 就是在內部他們被displace了 內部他們要留離失所的 但是他們沒有跨越國界的 那麼敘利亞的問題是兩類人都有的 既有他們跨越了,即是離開了敘利亞 因為他們留在敘利亞,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留在自己的家裏面 那麼第三類人呢,就是我們叫做asylum seekers 就說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去到另外的國家 他們尋求國際的保護 但是他們屬不屬於難民呢? 那麼這個身份是未被確立的 那麼我們叫做asylum seekers 那麼其實就類似很多,即是香港現在有的情況 那麼就不是說假難民,只不過他們是一個asylum seekers 他們是在尋求一個保護 但是因為很多的原因,他們難民的身份呢 未被確認 那麼第四類人呢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無國籍的人士 一些stateless persons 就說呢,他們因為各種的原因呢 他們並不被任何的國家當成是一個國民的身份 那麼有很多難民呢,也都會變成這個處境 因為他們原本的國家就不再承認他們是國民 那麼是有這個情況的 那麼這個就是一二三四呢 就是聯合國難民公署覺得是我們需要協助的人來的 國際社會就需要協助這一幫人 那麼第五類是什麼呢? 我剛才說沒有說呢 就是所謂的移民 移民就是說你自願選擇離開自己身處的社會 你希望去加入或者去移居去另外一個社會裡面 那麼這些叫做移民 這個是出於自願的 那麼剛才我說的以上那四種呢 都是出於所謂的非自願的情況 他們那個的狀況呢 他們是沒有辦法決定 他們不是自願離開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 那麼就是這四類人 那麼我們看看 我剛才說難民的身份是受到國際法所保障 那麼有什麼國際法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1951年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那麼這個是聯合國大會在1951年採納的 那麼其中他的article 1a第二項呢 就是這樣的 他一個人什麼叫做一個難民呢? Only to a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ro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s,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就是這些人呢 第一個要點就是 他們是有一個非常強的理由 他們是非常之恐懼他們受到迫害 而因為這種恐懼 It's outside his country of nationality 他就離開了他自己的國家 所以一定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and it's unable or only to such fear It's unwilling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protection of that country 就是他不願意回去 因為他回去這個國家 如果他回去的話 他很有理由相信他會受到迫害 這種迫害可能是基於他的種族 宗教 國籍 或者他隸屬於某一種的social group 又甚至乎是因為他的政治的政見 而令到他受到迫害 所以他選擇要離開 即是他的流離失所是他受到迫害的 這就是最典型的 我們國際法裏面對於難民的定義 當然在學界來說 有很多討論究竟這個定義足不足夠呢 例如舉個例 可能一些人他不是受到迫害的 但他純粹是因為無以為生 他的國家很貧窮 他被迫要離開他的國家去寧命生計 其實你嚴格來說 他也是非自願地離開國家 即是如果他留在這個國家 可能面對的就是饑荒 或者他基本的生存權利都得不到保障 或者最近我們有一個 其實聯合國難民公署都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全球的氣候 這個變化其實會導致很多人流離失所 譬如有些太平洋的島國 他連自己的國家都真的會消失於水平線之下 他們沒有受到迫害 沒有人會迫害他們的 不是因為他們的種族 宗教、政見他們受到迫害 而是真的沒有辦法留在原來的地方生活 那些人可否當是難民呢 根據現在的一個很法律的觀點 因為這個convention是這樣寫 不是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會不會是 令到我們覺得 會不會這個定義是需要更改呢 這個我待會可能 大家看完那個紀錄片 我們再去討論一下 第二個我們都和難民有關的 就是叫做 convention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就是這個國際上針對酷刑的那個公約 香港其實是一個signing party 第三條說 no state party 如果你簽了這個公約 shall expel, returned or extradite a person to another state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he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如果你發覺有些人你要驅逐他回到原本的國家 他有很大機會會受到酷刑的對待 那你就有責任要收留他 不可以回到 no return for this 如果你有留意新聞 最近其實有兩位沙地阿拉伯的少女 這也是問回剛才的問題 如果她因為她的性別受到迫害 而你又很有合理理由相信 如果你真的將她獻回到沙地阿拉伯 我想你以後都不用再見到她 那怎樣做呢 據我所說暫時未有一個最終的決定 但她們是她們嘗試逃離去澳洲 但過境香港的時候被拘留了 那現在好像在申請究竟可不可以當她是一個難民的身份 即是給她去另一個國家 就不需要遣返到沙地阿拉伯 那 亦都有 那這個就是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即是世界人權宣言 那上年剛剛就是七十周年 就是1948年通過的 那其實問題就是難民 為什麼那個問題這麼迫切呢 原來這些難民 它有些很基本的人權 是受到威脅 或者被剝奪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在這個世界人權宣言裡面的第三條 就說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ve,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s 是不是 我們有生存的權利 我們有些基本的自由的權利 也都應該有個人的人生的安全受到保障的權利 那難民很多時候這方面的權利 如果他留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他是沒有辦法享受這些權利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問題這麼迫切呢 而我想 我很多人都相信 世界上所有人 無論他什麼國籍 什麼年齡 什麼性別 他的政見是什麼 他的宗教是什麼 他們都享有這些權利 這是我們普世人權的觀念 第五條就是 No one shall be subject to torture or cruel in humans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也都是 那有些情況就是說 可能 他們留在自己的國家 可能會受到酷刑的對待 那這個已經會解釋到 為什麼他被迫要離開自己的家園了 那第四十五條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也都我相信很多時候大家 未必會留意 或者其實很多時候在我們國際的討論 都忽略了這些 第十五條第一項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就是每個人有一些 應該entitled to 就是他們有權利 去擁有某一種生活的水平 Etec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imself and of his family 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有一個stand of living是什麼 就是including 就是基本的需要簡單來說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所以貧窮是違反人權的 如果我們一些人 連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滿足不到 這個是根據這個世界人權 雖然是違反人權的 白紙黑字寫到的 這個minimum最基本的需要 包括食物 就是衣食住 基本的醫療 和一些必須的社會服務 那難民呢 很多時候是這幾個權利 包括生存的權利 個人的 基本的自由的權利 人身安全 他們得不到保障 那也可能是有些情況就是 他們因為戰爭 因為一些戰亂 他們可能一些 所謂的subsistence rights 一些basic standard of living 他們是沒有辦法滿足到的 那這個就是難民會牽涉到的權利的問題 那另外呢 我也想交代一下 可能大家會有看新聞 可能香港對於這方面的報道 可能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會知道 這樣無端端 就是其實 一些人呢 其實是 不想離開自己的家園的 正常來說 那很多時候呢 很不幸地 在世界上呢 我稍後會說說有幾多人 其實很多 大量的人呢 他們被迫 是要離開自己 逃離自己的家園的 那我們這次的紀錄片呢 就集中說 敘利亞的問題 那我就說回一個 其實敘利亞的難民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敘利亞呢 發生了內戰 那內戰呢 其實已經是由2011年 持續到今天 那 那非常之慘烈的 那 估計 這個內戰呢 是令到最少呢 620萬的敘利亞人 變成一個IDP 即是他們在敘利亞境內 但他們已經要逃離自己原本的居所 即是他們是流離失所的 但他們仍然留在敘利亞的 國境內 這個呢 其實有620萬人 那另外也有 也有很多人呢 有570萬人呢 是需要逃離敘利亞的 那他們會成為難民 即620萬是所謂IDP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有570萬呢 是Refugees 是難民來的 離開了敘利亞了 他們是很大量的人 亦都估計到現在為止 超過50萬人死亡 或者失蹤 在敘利亞 即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雖然我們說是內戰 但其實是否只是 敘利亞內部的衝突呢 絕對不是的 這個我們先要澄清 因為很多時候 這是你的內戰 我們有時候會被它誤導了 因為我們一般以為 就是敘利亞政府 巴薩爾阿薩德政權 以及反政府軍的衝突 這個他們是有的 但是呢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地區上的國家 以及一些國際的大國 包括美國和俄羅斯 其實他們是有介入的 簡單來說 我很簡單 很簡單地說 就是 2011年的年頭 發生了我們叫做 很多人都會有印象 就是阿拉伯之春 在阿拉伯 很多國家 有大規模的示威 推翻他們原本的獨裁政權 那麼 敘利亞也有 但是呢 巴薩爾政權 決定 武力鎮壓的示威 引致到 有部分人 就是 有些武裝組織 反抗 開始了這個敘利亞的內戰 這些人呢 其實主要有幾幫人 本身反政府軍都有很多不同的排系 另外有一幫人呢 我們叫做 富爾德仁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的 那就是他們在這幅圖裡面 見到綠色的那個 這個是2019年2月 上個月的最新的形勢 這樣呢 你會見到其實 藍色的那些就是 敘利亞的政府軍 那其實已經 折折勝利 大部分的地方已經收服了 那剩下少少少黃色的呢 就是那些不同的 就是反政府武裝力量 那綠色呢 就是我們富爾德仁的武裝組織 那這些富爾德仁呢 其實他們是一個民族來的 但是他們是沒有自己的國家 他們散居在敘利亞 伊拉克和土耳其 這個部分 那因為這個巴薩爾政權呢 就和這個反政府武裝的衝突 令他們覺得有機可乘 那有一部分富爾德仁呢 自己組織起來 就建立一個富爾德仁的政權 那一路呢 就戰鬥到現在 那另外還有什麼參加呢 就在2011 我想大概2013、2014年開始 由所謂伊斯蘭國的出現了 就是看到那個政權的衰弱 那有一些極端的伊斯蘭的組織 就成立了一個叫伊斯蘭國 那他們也有參加這個內戰的 那不過呢 去到2019年的2月呢 其實他們也都 就是他們的控制領域 也都消失得很快 那但曾經他們是很強盛的 曾經在一段時間是一個 那為什麼有些不同的國家要幫忙呢 首先第一件事 第一個插手的是什麼呢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伊朗的政權 伊朗他們是支持巴薩爾政權的 因為他們大家都是十月派的穆斯林 另外呢 因為伊朗的參加呢 那些在波斯灣 譬如斯拉德拉伯又覺得 因為我要平衡你嘛 那我們就支持反政府武裝勢力了 那美國也都呢 初時都派CIA去訓練那些武裝分子 去對抗這個巴薩爾政權的 其實七國禁亂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那些富爾德人 開始自己獨立起來了 組織起來了 那 那 土耳其呢 他們覺得有些問題 因為土耳其境內也有很多富爾德人的 所以土耳其的政府呢 又會攻擊那些富爾德的民兵 因為他們在鎮壓那個富爾德的立國運動 又出現了 然後呢 俄羅斯在某個階段都決定要插手 就是他們希望增加自己在中東的影響力 他們是支持這個巴薩爾政權的 那去到2013年呢 其實最後呢 去到2016年左右 因為巴薩爾政權曾經用過這個化學武器 去攻擊平民 所以美國是有空襲 因為之前就是CIA的訓練 就是間接的幫助 但是因為 不知為何特朗普突然覺得我們要空襲這個 政府的軍事據點 也有一個發生過這件事的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很混亂 如果你聽到很混亂這個正常 我也花了很多時間才能確認到 但是這個 簡單來說就是其實是一個 propsy war來的 OK 不是一個單純的內戰 我覺得你們敘利亞人自己打自己 然後就不是的 其實很多其他國家是有插手 他們支持不同的派系 令到這個內戰不斷持續 所以很多人覺得 這是最厲害的內部問題 這個絕對不是的 就是有一個國際政治的 因素在背後的 簡單來說 現在世界上 就有超過6800萬人 是流離失所的 包括有其實2000萬的難民 而這超過2500萬的難民 有一半是兒童來的 更加有4000萬 是我們剛才說的IDP 他們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家 但是已經要離開自己的家園 那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都是流離失所的 不過他們沒有跨越到那個國界 而已 那也有310萬 就是他們尋求國際的保護 但是身份未被確認 那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那我們回到 其實有3個國家 包覽了全世界57%的難民 包括我剛才說的敘利亞 最新的數字去到630萬 那跟著就是這個阿富汗 和這個南蘇丹 那這3個國家 就包覽了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難民的數目 那也都 我簡單少少講一下那個問題 如果你上個星期 有聽陳家洛博士的演講 我想他有一個觀點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誤解 就是以為難民去了歐洲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他 這個是誤解來的 絕大部份的難民 是沒有去到歐洲的 這就是他們的流向 你會見到 其實最多的難民去了哪裏呢 就是 在敘利亞來說 去了土耳其 只有極少數是去了歐洲的 那我看看具體的數字 就是這個就是全世界 或者這個難民 又超過85% 其實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裏面的 並不是他們全部蜂擁去歐洲 美國 加拿大等等 其實只是佔極少數 你看到其實土耳其 是收容得最多難民的 其次是巴基斯坦 然後是烏干達 尼巴嫩 伊朗 相反 德國 因為他的政策 其實就是這麼多歐洲國家裏面 德國才是收容得最多難民的 有接近100萬人 暫時來說 然後就是孟加拉 蘇丹 埃塞比亞 和約達 我們經常說 那些要爆煲 那些國家 其實收容是非常少的 看回數字 看回比例來說 當然 absolute的人數就不是少 當然我不是想truthalize這個問題 我不想輕視這個問題 事實有很多 但是你說 相比起比例上 其實的確是最低的 非常之低的 譬如美國 只是收留了3萬3千難民 但我又不是說 但是 可能要說一句好說話 美國對聯合國難民公署的預算 是最大的貢獻 因為 美國對聯合國組織的預算 的貢獻是最大的 也要說一句 他們收容的人數很少 但是他們對財政上的支援 並不少 很多歐洲國家亦如是 我不是說他們不收容人民 但問題是 以收容量來說 的確是以土耳其這一類 或者伊朗這一類的發展中國家 他們的人數是比例佔最高的 相反歐洲國家 其實是比較少的 德國是一個例外 我們可能也說了很久 或者我們也希望大家 開始有背景的理解 究竟難民是甚麼人 或者為何敘利亞會出現這些難民 或者難民他們最終 人數的分佈是怎樣 但是我們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 我覺得我這樣說 其實可能大家沒有甚麼感覺 可能變成一個數字 可能剛才我說 如果我覺得太過輕挑 請大家見諒 可能我經常很客觀地說 數字 數字 但是難民不是一堆數字 難民是好像我們這樣 其實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我們可能就決定 不如我們和大家一起看一套 真真正正的紀錄難民的狀況的片段 你聽聽他們的故事 你聽聽他們怎樣想 然後我們才回到這些 很冷是客觀學術的分析 好嗎 希望大家可以欣賞 我知道可能之後會很 心情很沉重 因為每次我都做這些分享 我其實都會有些掙扎 我知道我的心情會變得很沉重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面對 即是要直視這個問題 待會我會說一下為甚麼 多謝各位 大家看到片尾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地圖嗎 就是那幾個小朋友的路線 即是怎樣由敘利亞 出走到他們最終的國家裏面 其實敘利亞的難民 其實他們有甚麼選擇呢 其實剛才我在那個紀錄片裏面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我整理一下 很快地說 第一 難民營 而大部份的難民營 其實就是在土耳其 但是很多時候有個疑問 就是為甚麼你不留在土耳其 可能你土耳其是安全的 其實第一 很多難民營 他們的生活條件其實非常之惡劣 而小朋友是沒有甚麼機會接受教育的 而他們要留在難民營裏面 可能我們在說是一個無止境的等待 你不知何時會有安排 即你不知何時回到敘利亞 你不知何時會有其他國家願意接收你 那很多時候是數以連計的等待 亦都沒有機會去工作 那基本上有些人 有些難民營 我這個是直接說 Denial of Rights and Waste of Humanity 這個難民營 所以你會解釋到為甚麼 那些人寧願沒有那麼大的風險 都要離開土耳其 或者是他們住到的 或者去鄰近國家的難民營 第二個選擇就是 他可以去鄰近國家的 例如黎巴嫩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 其中一個女孩子的媽媽 和他的弟弟 其實就離開了黎巴嫩 但都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究竟找工作 或者他們本身的生活條件 還有這些鄰近國家 他們本身都是一些 沒有那麼發展的國家 可能他們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即是無論土耳其 或者鄰近的國家 都是所謂爆煲的 就是他們這些國家 即是他們本身 第三個選擇 就是好像我們在影片中看到很多 這個圖中看到這個是 很震撼的相片 就是叫Alan Cootty 他是三歲的 他們在地中海 即是嘗試過境的時候 淹死了 這就是他們的屍體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 每十八個難民 他們嘗試跨越地中海 有一個會死亡 一至十八個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但如果你明白到他們在難民營 或者他們在鄰近國家面對的問題 你會知道為什麼他們 願意去承擔這種風險 當然 第四個就是我們 剛才影片沒有說過的 就是 不如回去敘利亞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實際的相片 有些人因為在無止境的等待 即是沒有辦法等下去 那索性就不如我 回去敘利亞 可能我參加內戰 即是可能有 2018年有三萬七千個難民 是自願地回去敘利亞的 估計呢 因為現在敘利亞內戰的局勢 比較緩和 但即是未完結 但比較緩和 所以估計 將會有更多人這樣做 很多不同的事情需要 即是無論是人道的援助 即是很明顯 最後我想提出兩點就是 可能我們考慮 如果這個內戰 我們不知道幾次完結 可能我們考慮一個 就是resetlement的問題 真是永久地讓他們 移居一些其他國家 當然牽涉到問題很大 會牽涉到他們怎樣 融入這些社會 即是剛才你會見到 有一些比較年長的人 他們學不到新的語言 找不到工作 租屋很有困難 那我們這些都是一個 即是不是純粹 你接收他進來 你放在一個很擠迫的難民營 即是讓他自生自滅 這個是 即是不是一個人道的解決方法 那我會其實 即是我自己的研究 我會簡單講一下 究竟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什麼責任要去幫助這些難民 那我會從三個方向去想 第一個方向當然是一個人道的考慮 即是任何人 如果他的基本的生存 或者很基本的權利 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幫助他們的 而這件事是跨越國界的 因為這些人權是所有人都有的 不論你任何 只要你的處境是你有能力幫助這些人 你就有責任這樣做了 OK 那這個就 我想是很難反對這個 即是我想人類 即是不同文化背景傳統的 即是一些道德觀念 其實都有包含這件事的 救死乎危 是必須的 OK 第二個呢 我會想再推多一點點 我們要留意就是 這一幫難民 他們為什麼會處於現在的困境呢 並非他們的責任來的 所以那個紀錄片 那個名稱叫做 Born in Syria 他們在那裡出生 這麼巧 他們沒有選擇 所以就要面對這些困難 即是這個不是他們的責任來的 因為有些人很貧窮 或者他們有些不好的遭遇 但是其實是他們自己要負責的 那可能我們幫助他們的責任 就會相對降低一些的 因為你自己選擇 你自己要承擔的後果 但我相信在敘利亞難民的情況 你很難說這些難民 他們自己要負責的這個情況 他們是責任的 不可能 那另外一個所謂 我這個叫egalitarian argument 一個平等的概念就是 有些時候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這個是你的選擇的後果 但是在難民的情況 我們是無法接受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要叫egalitarian 就是和平等有什麼關係 就是如果有些人 他們的狀況很淒慘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 他們的生活過得相當富裕 就是很不平等的 就是說那些富裕的人 要幫助他們 要救助他們 其實所付的代價相對很小 那這個就是不平等的 為什麼有這個影響 那這個跟第一個 所謂人道的考慮有點不同 因為他很強調就是 你可以幫到他們 而你的犧牲相對來說很小 因為你的待遇 或者你的處境比他好很多 那第三個呢 就更加我嘗試是 強調就是一個制度性的 argument 什麼意思呢 原來我們說世界人權宣言 剛剛我們說了幾條 第一條是很多人都很重要的 就是第二十八條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which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can be fully realized 不單止擁有這個權利 而是我們需要一種制度 去保障這些權利 去講一下制度問題 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國際的制度 就是如果這個世界 分成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府 他們是負責去保障他們自己 自己國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同不同意 就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就是所有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住的 都是分離不同的國家 這個正常情況是這樣 所以大家各自顧及自己的人 是吧 但是你會發現 有些情況就不成功了 有些國家他們因為不願意 或者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保護他們自己的國民 這就牽涉到制度問題 就是在這個情況 這個制度就沒有效 就是不能夠有效地運作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有接受這個制度的 其他任何的人 或者國家 他們是有需要 是援手的 就是這個好像一個 fall back 的 mechanism 一個保障的機制 正常來說 當然是敘利亞去保障敘利亞人 這個情況就是他們做不到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國際制度 是值得我們去維護的話 我們就需要去 去保障那些人的人權 這個是愛在的人 那剛才在這個片段裏面 其實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記得 歐盟主席容克說的說話 所有邊境是人為的 可能你不同意他之後那些 因為邊境很明顯是隔膜 一定是 目的是這樣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知道這個人為的制度 你知道這些情況 它是令到很多人 承擔很大的苦難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些例外呢 是不是需要有些例外的情況呢 如果不是我們怎樣去維護這個制度呢 那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說 你可能說 我們香港或者其他國家 我們不是直接參與 敘利亞的衝突 我們不是直接製造一些難民 但是我們同時守護著這個 國際的制度 我們同時接受 有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國家可以決定 有什麼人可以入境 有什麼人不可以入境 我們會接受一個邊境的制度 是不是 現在就知道 正正就是這個邊境的制度 在這些情況 他們不能夠保障到這些人權 那是不是其他接受這個制度的人 他們有責任 要去改 可以保障這個問題呢 那這就是可能我們 另外一個要考慮的東西 就是我們集體 是要負責的 對這個制度 那當然我同意 就是這樣說 當然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一段東西都很理想 但是現實當然不是那麼理想 會有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而是需要處理 需要正視的 第一 就是怎樣分配那些負擔 就是負擔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 我會覺得 我們很少人會說 其實那些難民是沒有人權的 我們不需要理會那些難民的人權 但是他們會想一下 咦 可能我們的承擔能力是有限的 尤其是當你其他國家 不去承擔的時候 就是小部分國家去做 一定那個 代價太高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有一個 但是記住 這個 這個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 你需要有一個機制 去分配這些負擔 你需要更多的國家 這是一個集體行動 就是集體行動的一個問題 是需要處理的 但是不是去否定那些難民的權利 這個絕對說不通的 另外當然就是在美國或者歐洲 有很多所謂民粹主義 就是很多反移民排外的思潮 都是借這個機會 產生很多問題 另外就是究竟那些難民的根源 那個原因有沒有解決到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 那些難民他們的發展的權利 需要不需要尊重呢 譬如說小朋友是否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呢 他們是否有一個工作的權利呢 就是可以嘗試 因為如果他們在難民營裡面 這些東西是很難達到的 那這個我們是需要考慮的 就是不是純粹說 你不死得了 你安全了 但是你什麼都沒得做 就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這樣無止境去等待 你可以想像 你會容許你的小朋友為這樣嗎 這些難民的願望是很卑微 很堪步的願望來的 所以這些我們都要去考慮的 而最近聯合國大會接受了 通過了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就是希望解決這些問題 尤其是怎樣分擔這些負擔 就是怎樣去分配 那這些我覺得其實是有 但是當然這個就是去年年底才通過 那究竟有沒有效呢 就要再進一步觀察 那 那這個就是今次的一些資料 那主要的數據是來自聯合國難民公署的 那另外也有一些不同學者的一些研究 那我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就可以都一起分享一下 我本身就不是研究難民問題的 那很明顯如果我研究全球正義 那就是這個牽涉到一個分配的問題 那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要承擔這麼大的苦難 這個我們要想一下 究竟背後那個道德的含意是什麼 好嗎 那我就很感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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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感謝嘉偉博士 這一個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自己其實也 主持了幾次通知沙龍 那這次我覺得算是 是挺沉重的一次 影像的威力的確非常之大 看到很多不同的敘利亞的勢力 有些你以為紐隱花明月的村子 誰知道最後都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有些你發現卡在哪邊境道 怎麼都走不到 其實是非常悲慘的眾生商 那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open to floor discussion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討論的話 就歡迎隨便舉手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可能 英文比較熟悉 所以請充滿一下你的手 去談論一些問題 或一些問題 我們應該要談論 好,有甚麼想法嗎 好,好,我先回答 對 對 謝謝 可能說回中文 我是很認同 Dr. Ip剛剛說 那個moral argument 或者ethical argument 其實大家是有 是應該assist refugees的 但是,而且也很認同 也很認同 Udhr的article 25和28 其實都是 是 applicable 在這個案子 但是我覺得問題是在於 你怎樣 enforce 就是在香港 你說有bill of rights 有什麼事情 你就去JR或者什麼都好 但是在一個international level 你怎樣 enforce 一個Udhr的provision OK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來的 其實很多人都 發揮到你的問題 所以其實他當時 在去年代通過 那個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 其實是一個國際的agreement 其中一項他要做的就是 就是說他會有一個 叫做global refugee forum 就是聯合國難民專員 就會負責去評估 究竟每個不同的國家 他們共演了多少 然後就會討論 尤其是有些國家 很明顯的影響是很大的 例如土耳其 例如希臘 和意大利 因為這些是屬於在地理位置上 他們比較接近聚力 他們受到的衝擊是相對大一些的 那麼他們的政府的代表 是可以在這個機制裏面 他可以請求 譬如歐盟或者其他國家 究竟他們可不可以 提供更多的握助 因為可能就是 我們要接收這些難民 我要負責因別他們的身份 但是是不是用我們國家 只是用我們國家的資源呢 那很明顯是不行的 或者德國他鼓勵難民 去德國生活的時候 但是你會知道難民 中途經過國家是受到影響的嘛 那麼當中他的責任是什麼呢? 那麼在國際的層面呢 就沒有一個所謂enforce的 就是一個逼這個國家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 但是很多國家呢 他們都會 即是等於世界人權宣言 或者聯合國很多的國際公約 是國家會簽訂的 那麼他參與了這個公約之後呢 他等於他們願意承擔某些的責任 那麼這個也是的 那麼說到最後 如果他真的是 撒賴啦 那麼不做啦 其實是沒有一個enforce mechanism 當然他們會承擔他們的代價 所以這個我覺得擔心的就是 某些國家呢 因為他們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 難民呢 是沒有票的 他透過歧視難民 透過煽動一些 去仇恨的難民呢 他們是有很多政治利益的 我覺得這個是要擔心的問題來的 那麼 希望就是這個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很明顯這些國家呢 他要公開地去解釋 為什麼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那麼我相信對於很多歐洲國家 是有壓力的 對於歐盟國家來說 對於美國加拿大 是有壓力的 但是我又不會太過悲觀的 因為有很多國家 例如瑞典 其實他是沒有直接受到影響的 但是其實他們相對地 都挺願意去接收這些難民 因為這個是他們 就是一個政治的傳統 就是他們覺得這些是權利 把我們保障的那種精神 那其實我又不是原理 當然最大的問題 可能不是enforcement的問題 而是最大的內戰 最終會發展成怎樣呢 還要犧牲多少人呢 就是現在巴西爾政權 似乎就不會因此而倒台的 那麼如果他不繼續掌權的話 清算起來呢 我相信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所以這個就 可能令你更加會心 但是我覺得 又是 這個世界就真的很不… Far from perfect 我知道 OK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你有什麼責任 或者你願意去守護某些價值 那是有代價的 我不是跟你說 大家大發慈悲 就不會 我相信這個代價是很大的 將會 政治上是一個很吃力不吐好 這樣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朋友是有其他問題的 是 左手邊最尾行的 Hello 你好 想問一下 就是在 遠在香港的我們 其實 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可以回應的呢 OK 我經常都聽到類似的問題 個人層面是不多的 其實 因為這些很多時候 是一些制度 或者國際政治的問題 當然不代表我們不需要關心 這個問題 我們要理解了 而知道我們自己 所做的事情很有限 尤其是我說 如果我研究是全球政治的問題 想想你香港的公義問題 我們個人已經做得很少了 你想想 還要講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而這個世界是 比香港更加不公義的 我很肯定 香港也不是很公義的 十年了 多慘 多慘 再慘 十年的研究 我絕對相信 我想所有研究全球正義的人 只會跟你講 全世界不公義的情況 只有更加嚴重 但也有一點的 其實 我不知道聯合國的難民公署 有沒有同事 因為這套紀錄片 是他們提供的 可能他們沒有同事 可能他們沒有同事來 如果他們來了 可以跟他們說 其實我們有一些 人道的援助 是需要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我自己本人 過去那六、七年 我們定期有 香港有一個 scheme 你可以每月月捐 就你的能力 有些緊急的應對 就是一些人道的物資 是幫到手的 當然是靠捐款 是改變不到制度 或者國家的政策的 但是至少在一個人 我覺得 至少在一個人道 物資的救援的層面 的確是可以 積小成多 是有幫助的 我會覺得 大家應該盡量去做 另外當然就是 雖然你說難民沒有票而已 但是萬一如果你是 一個歐洲國家的公民 美國的公民 加拿大的公民 不要說香港 香港真的 我們的票不是 也有用的 也有用的 如果你在一個民主國家 你有票的話 你會不會想一下究竟 你所投的政黨 或者那些政治人物 他是否有考慮過 他們的國際的責任呢 其實德國對他們是有壓力的 默克爾 德國為什麼會做呢 就是可能 默克爾覺得 他的選民基礎 是能夠接受到這件事的 但是可能現在 有些人覺得不行 但是 兩看 第一我覺得 德國的情況 他們的勞工短缺是比較 所以嚴格來說 他們對德國是有利的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不是純粹說道德理念 會不會有些國家 他們相對的承擔量是大一點的呢 其實是有的 德國是其中之一 因為他們是 所以也會解釋到 他們的政策的為什麼不同 或者某些國家 可能比利時 會對難民採用相對寬容的政策 這個是我們都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讀政治哲學 才會講一些 就是我們會講一些 但是我們同時會看到一些 具體的政策 其實也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做到的 德國我相信 或者是 也有很多人覺得 就是你會看到 當 那片段裡面 其實德國人對難民其實很優先 那你會選擇做哪一種人呢 我不知道 這是你自由 但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 有機會我們個人可以做的 但是我覺得始終的制度問題是重要的 就是國際的合作 不只是某些國家 你不幸運 你在比較接近聚力 或者你在歐洲的南部邊境 是吧 那麼我們 你要想一下 那個問題 我們沒有直接受到影響 但是我們是受惠於 那個 國際的邊境制度 你想想 我們是接受邊境的 不好意思 沒有一個 我想暫時想不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或者我運用這個主持的特權 我自己插來 可能問一個問題 OK 其實我跟家威的正義立場很相似 但是就試一下站在一個 即是對立的一個立場上 試一下說一下 其實 如果我們避免說 將那件事變成對立 就說難民很慘 然後那些 在地的人好像很殘忍 不讓他們進來好像很壞 如果試一下代入去當地人的看法去說的話 其實 他們的憂慮是合理的 例如說 最後那個 Marvin 那個男生 他的爸爸很難租屋 但如果我是業主的話 我真的擔心 我遇到租霸怎麼辦 他真的在收到社會福利 如果他交不到租的話 那怎麼辦 又或者是 例如說 有其他當地人可能會覺得 我可能被人搶了一份工 我自己的兒子是老婆亂 我自己被人搶了一份工 那誰可憐我呢 即是說 我是讀證的哲學 我們承認有right 即是難民可能有他們的right to live right to have some work 但問題是right是對應某些的duties 而現在的問題是 為何那些duties要由某些人承受 而不是由其他人呢 即是全身有那麼多人 難民有right 那哪一個是去承擔的duties呢 其他人不肯承認 不肯承擔 於是就可能涌入德國 涌入比利時 那德國比利時的人 是否真的有這個duties去承擔呢 你這個問題呢 我想分開幾個層面去說 那我嘗試說那些大家容易接受的 因為我自己的立場就可能和主流有些不同 那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立場就是 首先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沒有能力去承擔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德國其實他們面對勞工短缺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很多國家都有 因為可能人口結構的改變 這個就是此其一 所以你說難民是搶了某些人的工作 就要想一下 其實這個未必是事實來的 反而如果你接受了他們 即是他們投入了生產活動裡面 他們製造了更多的需求出來 其實可能對經濟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這個是其實很多研究移民 這個當然移民就不一定等同難民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接受了一些新的 一些勞動人口的時候 其實對經濟有可能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就不一定是負面 我們經常覺得這是一個負擔 可能我frame 了大家的想法 但其實不是可能是一個機會來的 但因為建基於那個國家的制度 就是有些國家的制度就是 我不讓你還工作 那就開出一個問題 那那些人怎麼生活呢? 那個生計怎麼維持呢? 客社會 全部都會 就是客工 或者是非法的工作 然後你就說 你們這些難民 這些不是好人 整天都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根源是什麼 而我是很相信 這個事實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如果是更多國家去 願意去承擔他們的責任 其實大家分擔出來的負擔 相對比較少是接受到的 我相信我真的看過一些 譬如可能一些歐洲國家 可能他們覺得太多難話 他們有一個負擔的問題 可能不是純粹是他們不喜歡那些難話 就是他們當一部分 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喜歡穆斯林 這是我沒有得考慮的這個因素 就是大家一個好戶 你不是說我喜歡歧視別人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但是其實我相信我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他們覺得 咦,為什麼只是我們的國家才能接收這麼多呢? 相對其他國家可能沒有這麼做 這個意義就是 會不會你需要去想一下 會不會嘗試去說服其他國家 都會分享這個負擔 而記住 最有資格說會撐不住的 其實是土耳其和黎巴嫩 你剛才看到那個 我們開始之前看到那個分配的比例 其實真的要說的時候 其實正在說土耳其 所以你們要去歐洲了,沒辦法了 不要留在土耳其 因為我已經接收了三百萬的難民 以我們這個國家的財政能力 其實我反而覺得 其實那個議題是高貴的 究竟是我們應該站住他們 還是其實你們應該接收這麼多 因為有些人比你付出更多 還有通常呢 這是另外一個實際的問題 就是那些 很多時候說 我們香港也有很多窮人 我會想問那些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他自己做了多少去幫你窮人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要考慮 如果在政治的層面上 好了,另外一個我覺得 是一個 好了,開始講一些難接 大家可能不太合聽的事 的觀點 是什麼,但我也不怕講的 其實我本書也有類似的 所謂的問題 講道德是很多時候有代價的 你要承擔那個代價的 這是不幸的 因為你不想有內戰 他們也不想有內戰 但不幸地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就是 大家需要有一個付出 有一個承擔 如果我們在沒有付出的條件 才講人權、港、道德 其實我們不是真的相信這些 很多時候就說 如果有個人 快要在海裡 你看到他快要浸死 你有機會去救他 你有這個能力去這樣做 那你會問,為什麼要我做呢? 是吧? 可能是考核你的 你經過,你見到 你不幸運 是吧? 那你可能 你也會 那當然 可能是好的機制 就是你發展一個機制 可能有其他人一起承擔這個 course 這個代價的話 那你可能做得更加好 更加有效 我相信我們要不要忘記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讀正義哲學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很多時候都想看看制度的問題 不是純粹說個人的道德抉擇 因為這個很多時候 其實不是說你不肯做的 而是未必最有效 就是你在捐錢給聯合國難民公署 其實未必真的很有效 雖然比你不做好 但是你知道 反而你要想一下 如果你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你怎麼改變你身邊的人 令到他們的政策可以 大家會知道 其實接受難民 不一定是會政治自殺的 其實是 就是 那些人會知道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是嘗試從政策和制度層面 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是的 就是 大致上就是 可能最後的一點 大家可能都很不認同 但是呢 我有時候會想 譬如你知道剛才 敘利亞的內戰 其實都不是純粹的內戰 就是如果你是美國的公民 你是俄羅斯的人 或者你是那些 就是國家的人 你好像 你會有 interfere with 這件事情 或者反過來 如果大家想想 我們今時今日 為什麼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 去談 怎樣去幫這些難民 其實這個是一個 privilege 其實我們很幸運 如果你在敘利亞出生 可能你就在被人看那些 就是逆地而處 你會知道 是好像很好 但是好像很 demanding 但是好像很 demanding 但是有想過 如果我們不做 或者那些國家不願意接受 對他們來說 對那些難民來說 是更加 demanding 就是burden是更大的 對於他們來說 而這個有什麼分別呢 luck 有些好彩都沒有這麼好彩 這個我真的相信 這個觀點來的 其實不是說 因為大家很勤奮工作 很聰明 所以這個 你活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 就是香港的問題 但是就是 你能選擇 你不會選聚利亞 但事實上 他們是沒得選的 時間關係了 雖然我看到有朋友 但是可能我們 我們將討論留在 完結了這個討論會之後 我們可以私下再找講者去討論 我們 我其實覺得 這個電影會 其實跟上星期的演講 剛剛是上下集的 其實非常棒 就是說我們上集 我們見到陳家洛教授 講說歐東歐的那個男民 有很多戰嘴 你見到很多戰嘴 在北非、中東那裡 湧上去歐洲 今天我們就見到那些戰嘴裡面的故事 就是戰嘴裡面 那些有血有肉的人 他們有一個什麼經歷 有一個什麼故事 好 感謝今天嘉威博士勃勇出席 我們在電影會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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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